作为农耕大国 牛在中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很多人的童年记忆里 都少不了一头老黄牛 又或者是一头大水牛 曾经在浙江渝瑶和亩渡文化遗址 和同乡罗家角遗址中 都出土了水牛的遗骸 从这可以判断出 中国驯养牛的历史 至少有七千年了 牛科是个大家族 往下又分成牛鼠和水牛鼠 再继续分类 还可以分为黄牛 水牛 牛牛 牦牛 我们在江南风景小桥流水中 看到的有着长长牛角 黑色毛发的就是水牛 而牛角较短 有着黄色毛发的就是黄牛 在青藏高原上 长着拖地长矛的就是牦牛 水牛亲水 黄牛耐旱 所以南方水稻田 通常用水牛来帮助耕种 而北方就用黄牛比较多 牛对中国人来说 意义非凡 远古时代的牛多为祭祀所用 在李济王之称 祭天帝之牛 脚简历 宗庙之牛 脚卧 宾客之牛 脚齿 牛也是古代重要的交通工具 老子骑青牛过韩古关 而不知去向 被世人传为飞升成仙 传说在皇帝时期 人们就已经开始乘坐牛车了 虽然后来马车盛行 牛车因为速度太慢 而被嫌弃 但它依然是普通农民运送货物 出门采购的重要工具 而牛最为常见的用法 还是用来耕种 人类在数千年前 就发明了离这种工具 利用牛的力气拉动力 人在后面掌握方向 离在前进过程中 由于自身形状特性 就会破开耕地 达到松土开荒的作用 用牛拉离耕地的行为 一直持续到现代 如今去乡下 偶尔还是能看到 不过由于机械工具的普及 已经完全代替了耕牛的作用 只有少数农村种田的散户 还在使用 到了现代 牛曾经的那些作用 慢慢被别的工具所取代 但是它们依然有着 非常重要的作用 就是作为人们重要的食物来源 在中国的历代王朝 基本都是禁止杀牛吃牛的 还有相关立法 直到大清亡了 民国时期 人们受到新文化思想的重击 才开始食用牛肉 故事中 武松让店小二上 两斤熟牛肉的说法 实际上是作者的文学加工 暗示了梁山好汉的反抗精神 牛的养殖成本高 饲养周期长 所以牛肉的价格 普遍高于猪肉 中国人吃的更多的是猪肉 不过近些年 人民的生活条件变好 随之而来的 还有饮食消费结构的升级 牛肉的消费 呈现出了刚性的增长 在2016到2019这四年里 中国的牛肉消费量 上涨了158万吨 而在这同一时间里 中国自产的牛肉量 只增加了50万吨 需求增加了 产出却没有跟着一起增加 此消比涨 那这空缺的 100多万吨牛肉怎么办 只能依赖进口 由于非洲猪温等原因 造成的猪肉价格的上涨 也让人们对牛肉的 消费需求量大增 当供不应求的时候 肉价自然就会上涨 在消费升级的背景下 也带动了牛肉行情的反弹 2019年的牛肉进口量 为165.9万吨 比2018年涨了60% 到了2020年 更是进口了211.83万吨 在这短短三年 进口的牛肉量直接翻倍 而且还在稳步的增长中 中国的牛肉消费市场 已经被进口羊牛肉 悄然占领 从2018年的16.1% 到2019年的24.9% 直到2020年为31.5% 几乎占据了三分之一的市场 中国在畜牧业和种植业 虽然历史悠久 但是核心技术却不太行 低效的养殖技术 带来的就是较高的养殖成本 再加上饲料的价格也反弹 让很多人减少了养殖规模 而在市场上 进口牛肉呈现出两极分化 国产牛肉却不温不火 这也让养殖户们寒心 养牛需要吃草 吃粮食 但是中国由于人口多 密度大 享有天然草场养牛很不容易 成本很高 多数养殖大户都是饲料喂养 而且为了长肉多 长肉快 就会圈养不让运动 这样喂出的牛肉肉质 必然不会好 在澳洲 巴西 阿根廷 新西兰 乌拉圭等国家 地广人稀 草场茂盛 这就有着天然的优势 大量的免费牧草 让养殖成本降低 并且养殖出的牛肉肉质 比中国的饲料牛还要好 价格还更便宜 所以草四牛就这么轻松地 占领了中国的低价牛肉市场 养牛不光喂草 古四牛则更加高端 在小牛吃草长到一定程度后 有些会继续喂草 而有些则改换成古物喂养 这就是古四牛 古四牛的脂肪含量更高 会有肥瘦相间的雪花大力室温 这些花纹正是决定 牛肉品级的重要标志 去高端餐馆 高品级的古四牛肉 通常按科技费 价格不菲 而古物饲养所用的古物 如玉米 中国玉米的价格 在一到二元美金 而美国的玉米 只要四毛钱一斤 这又是巨大的优势 这就让进口古四牛肉 占领了高端牛肉市场 另外从肿牛选育的角度 我国的育种水平 确实也不如发达国家 这样国外副食品 占领中国市场的情况 越来越多 近些年大豆 种猪 阻带鸡等出勤种源 都非常依赖进口 如果进口供应链出现问题 就会像芯片一样 被卡住脖子 中国如今的情况 如果没有进口猪肉 牛肉来填补市场的需求 就会造成供不应求 造成物价疯涨 可能猪肉牛肉 就会达到100元一斤 甚至更高 加芹水产品作为替代品 也将会变成高价 发达国家发展 现代促勤养殖时间早 积累了丰富的基础数据 形成了完善的繁育体系 而我国发展 现代促勤养殖时间 只有数十年 并且相对于农作物来说 猪牛羊等促勤育种 难度要大得多 因为养殖的周期很长 如果经过几个时代的血育 可能需要8 9年 甚至20到30年 如今很多人民的代表 也都意识到了这些问题 纷纷提出了自己的宝贵意见 国家也在号召 着手解决这些问题 但是对农牧业科技的投入 和人才的培养 在我们国家一直是短板 希望有更多的 有良知的企业家能站出来 攻克关键核心技术 实现关键核心装备 核心材料的国产化 实在必行 也志在必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